前几天在武汉与长沙两场交流座谈结束后 我们看到双方的同学迫不及待的交换微信 甚至于我们上了车都欲罢不能 可见两岸年轻朋友的自然交流 自然融合如此顺理成章 4月6号正在大陆参访的马英九率台湾学子 赴上海复旦大学交流座谈 他表示两岸都应该更加努力推动青年交流 两岸青年有一月深后 两岸之间冲突发生的几率就越低 推动两岸年轻人彼此交流 是我们这一代最为迫切的任务 我希望由我这次的旅行开始踏出第一步 让两岸年轻人重新恢复交流 马英九此行共安排三次两岸学子交流 分别在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 他表示发现两岸的同学们都关心切身的问题 包括学制考试以及就业竞争问题 同时对中华文化在台湾与大陆的发展都很有兴趣 这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真的应该要多为他们做些什么 除了推动两岸年轻人跟密切交流 也要帮忙他们解决各种实际上关切的各项问题 马英九表示 希望两岸年轻人未来都能够向复旦大学的校民那般具有深意 两岸能够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他还邀请复旦大学师生回访台湾 体验台湾风土民情 我同时也要邀请复旦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能够回访台湾 由我们马英九基金会来安排 体验一下台湾的风土人情 好不好 这是你们说好的 在自由交流环节 来访的台湾学生与复旦学生热络交谈 复旦大学本科生胡雪说 他与坐在旁边的台湾东吴大学学生孙玉如一见如故 还互加了微信 约定以后经常联系 其实两岸的青年 我们就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 有着共同的血脉 共同的文化 然后共同的愿景 然后都是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也是希望我们新世代的青年能够继续的去加进这种交流 然后把这种骨肉相亲 血浓于水的感情进一步的融合起来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杨范表示 此次能和台湾学生交流是非常宝贵的机会 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与台湾青年坐下来深入讨论 未来工作中也能一起合作 发挥所长 增进同胞福祉 其实在座谈会开始前 我就和旁边的小伙伴 我们聊了一下 他们这次来大陆的行程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我能够感受到 我们其实有着相同的这种家国情怀 然后我们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那么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台湾同学能够来到大陆 然后我能和他们能成为朋友 据介绍 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 校名取自《上书大传》中 日月光华 淡复淡熙 寓意追求光明 自强不息 孙中山先生是首任校董 复旦大学1993年首次招收台湾学生 目前在校台生有341人 为更好帮助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生活就业创业 该校还组织开展了 在校台生专项实习繁星计划 为台湾学子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